回到整体新闻 我是陈子李 来关心天气了 第九号台风 立起码持续往西北西 朝向台湾东北方的近海前进 速度是每小时12公里 将决预估 如果这样的速度不变的话 大概是今天中午前后 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不排除 傍晚就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而今天呢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东北部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 周四周五这两天是台风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另外来关心的就是一方水果茶 因为发文表示说 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反对暴力的罢工声明文 导致呢阵营持续延烧 现在呢民众炮轰说 绝对要罢买 所以加盟业者怕被波及 已经声称不排除拆招牌退加盟 而台湾总部则是透过声明 表示香港是欧发事件 一方水果茶标榜在地好茶 老板叫做柯子凯 非常年轻只有36岁 他从夜市摆摊卖十元茶银起家 现在旗下有九个品牌 缔造年营修六亿元 更是瞄准中国市场 已经在上海成立公司 如今呢掀起了一国两制争议 老板也被发现 跟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来往非常密切 尤其还被视为是 江启臣的庄角 只是现在人在上海 没有亲自回应 回到整点新闻 我是陈姿力来关心 是新北市林口有幼稚园 昨天呢发生了一起溺血意外 一名四岁女童在上游泳课时 不幸溺血 即便呢被紧急送医 但目前情况还是很危急 随后呢 公务局也发现 学校疑似呢 是个大违禁 而且呢当时哦 事发当下 其实呢 师生比是一比十八 也明显不合规定 因此呢 这个教育局都会依法开放 又差一点酿成遗憾的 还有指风车剧团 跟台中市府杠上 因为呢 剧团被台中市府质疑 政治颜色不对 所以导致呢 出界场地被刁难 取消了台中场演出 现在呢台中市府被骂翻 市长卢秀燕紧急出面道歉 也要求教育局长 跟文化局要好好协助活动进行 指风车剧团的执行长 李永峰 终于在昨天受访表示 只要市府不再对外放话 不再放任网军胡乱攻击 另外要比较前朝 提供场地义工等协助 指风车还是愿意 到台中替小朋友演出 季消息来关键是 香港示威近两个月 现在港警动作越来越大 昨晚进大学生会会长 在深水部购买雷射笔 就边警员指称 他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因而抓人 引起了街坊不满起哄围观 至于港警制造白色恐怖 市民还包围警署 希望可以放人 人数最多是有千人 因此也爆发了警民冲突 港警在凌晨时分 再度发射多枚的催泪弹 驱散清场追打 传出至少就有十人被逮捕 香港局势不稳 所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 在昨天针对香港局势 再度召开记者会 等短10天 两度开办记者会相当罕见 但是上一回所有港媒 都能进到会场 这一次既然只有凤凰卫视 跟香港无线卫星电视 而且呢 进场的也几乎都是外媒 至于驻金台媒 只能在现场看实况视频 而港澳办在记者会上 痛批说一者是暴徒 嚣张至极丧心病狂 还说中央绝不允许 对一国两制冒犯不受惩处 也不会放任香港出现 港府不能控制的动乱 香港局势动荡 更导致呢 台湾品牌一方水果茶的 香港店家发声明表示 支持一国两制 引起了台湾民众关注 进而抵制 没想到台北市长 柯文哲竟表示 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情 还脱口说出 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人家白痴 你理他干什么 引起了各界哗然 想问鼎总统大卫 的确对两岸事务 绝对不能含糊回应 更何况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创党想抢下台湾的立法权 不过昨天他的创党大会 有颗黑也有颗粉 但是他的一级幕僚 还有亲友 都到场支持他 北市府副发言人黄敬盈 还特别入党表达支持 回到整点新闻 我是陈自立 来看到是北市南港 有铁皮工厂 在昨天深夜发生火警 好在屋主呢 自行逃生 随后报案 锦销赶底现场 发现工厂 全面燃烧 时间就要有王惠敏 好的 又有日本拉面店要撤出台湾市场 只是来台 插其六年的三田致面所 总公司已经证实了 四家分店将在八月底前陆续收台 好 再来看到是有民众昨天吓坏了 以为有小朋友被放置在资源回收车的后方 直接被阳光曝晒 赶紧报警处理才知道 原来是乌龙一场 时间来到6点44分 要带你来关心台风了 我们要告诉您 在台湾近海有三个台风 其中呢 立起码台风不排除 今天会转为中台 相局也预计 中午左右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再晚一点 可能连陆上台风警报都会发布 海陆齐发代表 它可能会直扑台湾而来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呢 海面上就有三个台风 算是相当热闹 先来看到呢 比较北边的范思高 非常公平往日韩前进 昨天影响日本九州 今天开始要影响韩国 所以提醒您 今天飞韩国航班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打击前要格外留意 另外还有一个 昨天刚刚生成的台风 就是这个科罗沙台风 今年第十号台风 它刚刚生成 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目前看起来会持续北转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完全没有影响 而另外一个最有威胁的台风 就是这一个了 力骑马台风 我们要告诉您 这三个台风呢 都是各自独走 互相都没有影响 所以力骑马台风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自己独立影响台湾的台风了 目前看起来 它很有可能会在今天 强度继续增强 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而过去这几天呢 它的路径都有些微变动 但是今天看起来 局势大至底地 现在看起来 它有可能会在礼拜四晚上 到礼拜五的一整天 影响台湾 而且非常有可能 从台湾北部 近海的地方通过 如果呢 它的中心在偏这个海域一点 当然就有可能成为 典型的西北台 但也不排除 它的中心现在非常的 贴近东北部陆地 所以不排除 它有可能登陆台湾 无论如何 它都会是直扑台湾而来的台风 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轻忽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今天已经感受到 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威力了 来看看现在呢 它的外围环流已经有仙云系 就在台湾的东部近海附近 所以啊 像北部地区呢 在刚刚已经飘一些 间歇性的降雨 这就代表台风雨 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了 它如果呢 到时候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直接来直扑台湾而来的话 北部东北部影响 真的会是相当明显 而且呢 外界也很担心 它可能会成为典型的西北台 这就得看它的中心 到底从哪个位置通过 但是目前这些可能性 都是有的 毕竟呢 台风在接近陆地的时候 陆境都还是会有一些变动情况 我们居然看到 今天的降雨情况 这个台风呢 有风也有雨 但是先让大家感受到的 其实是雨势 来看看北部东北部地区 已经开始有些 间歇性的降雨了 今天降雨会蛮明显的 预估呢 今明两天 其实雨势都会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要告诉您今天呢 东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 北部次之 目前看起来花洞的天气 相较之下比较稳定 中南部没有直接受到台风的影响 但是呢 多云道晴的稳定天气在午后 也是因为台风就在附近 所以呢午后热对流会发展的比较旺盛 又要提醒您在降雨之前 因为呢 台风就在附近了 所以其实呢 也会有一些沉降气流 中南部民众会觉得温度上相较比较炎热 提醒大家注意 目前看起来台风在礼拜四的这个一整天呢 就会开始大家感受到风雨比较明显 礼拜四晚上开始 暴风劝就会比较接近台湾的陆地 所以到时候礼拜四晚上 到礼拜五的一整天 其实呢 风雨都会相当明显 目前推估时间点 那么中西呢 有可能会在礼拜五清晨的时候 距离台湾最近 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台风呢 现在看起来 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 影响台湾非常明显 一旦这样的路径确定 不会再变动 其实呢 东北部地区 还非常有机会 放灾防假 所以这也代表 台风其实对台湾的威胁 并不少 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 而刚刚告诉过大家了 其实呢 台风警报 海上警报 有可能会在中午左右发布 事实上呢 现在沿海风浪 已经相当明显 所以来看看 在屏东 墾丁南湾这边 现在早就插上红旗 市井民众 不过外国游客 无事于这样的警告 还多次下海 跟救生员 耗了将近五个小时 甚至比终止挑衅 让救生员 瞬间理智线断裂 进持铁棒 猛打游客 日韩贸易战 持续延烧 现在南韩抵制 日本行动不停扩大 就连选美界 也加入杯葛 来看看南韩 有7名选美嘉丽 已经表态拒绝 参加11月 东京举办的 国际小姐选美 至于香港 持续的示威动荡 中国深圳 同时之间 竟进行密集的 防暴演习 昨天还有上万名 警力集结 进行深圳亮剑演习 被认为 是要威吓香港 因为反送中争议 瓶上火线的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 竟被发现 跟柯文哲的核心幕僚 蔡壁如撞脸了 再看到是 松联邦大哥 万年祥 也是杀检案主席 万少臣的爸爸 5月份才因为 介入土方公司的 工程意图 获取暴力 甚至在新东街 向摊贩 强售一个月 6万元租金 被警方逮捕 没想到 现在有摊商控诉 遭到万年祥找麻烦 要求缩减摆摊位置 还说不租了 意图让他们心生畏惧 但屋主反驳 认为是摊商 长期占用他人位置 又不愿配合改善 才会找亲友 万年祥帮忙沟头 而台中有超上一个多月前 遭轿车冲撞 结果呢 Google的店家资讯 封面竟然就换成 这样子撞车的照片 No